如来在哪里 经本就是如来 如来不在世间 留下来是经本 展开经本 就是随身如来 那 至于无上 这一句重要 志愿是什么叫无上 我们今天真正做有把握的事情 不去冒险 我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进度 求随身阿弥陀佛 依阿弥陀佛祖老师 我们更定了 这就是随身如来 如来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 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我们念佛求生进度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随身如来 至愿无上 就是随身如来 随身如来 就是至愿无上 这个目标 就是西方 冒陀佛祖老师 确定没有疑惑 我更定 好 下面 其次只说 义佛之教 行佛所限 佛地教 我们知道 这一部经典 夏连局老局四手 汇集的 无量寿经 是无量寿经里面 第一身本 这个里面字字句句 就是佛之教 不仅仅释迦吾那佛之教 是佛王三世 一切诸佛之所教 那行佛之行 就是信愿持民 这就是行佛所限 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 往生修罗世界 亲信阿弥陀佛 那么在这个时期 随便 随便说 随便说 与我有缘 我们横身 众身 成就随喜的功德 第一 不能叫众生讨厌我 众生讨厌你 你想做他做不了 他不愿意跟你往来 那这就是最重要的条件 我们要把边界放下 边界 简单的是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对立 就是对立 放下边界 就是不跟任何人对立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那一面对立 是对不来的 这个不能成就的 必须双方面 所以我要化解对立的话 把我这一方对立化解了 对方他就留不住住了 他也得化解 所以一切发生 本身做起 古人所谓 行有不得返求住击 非常有道理 这就是不对立 跟人不对立 跟事不对立 跟万无不对立 我们跟佛的经教 不对立 以佛之教 跟所有一切宗教 都不对立 为什么我们知道 所有宗教 都是佛菩萨的职业 佛菩萨说 谁的语言不一样 现的身不一样 讲的教不一样 但是终极的目标 是决定一样 他慢慢在引导 我说 那个是决定一样 我帮于世 她们知道一样 人在扎 是决定一样 我说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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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